官員各位同仁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 就是我們是不是請那個行政法院的那個 許廳長 那個廳長我剛聽到就說 那個 我們今天修法主要是要把我們那個行政訴訟 就是等於說本來行事嘛 那你現在行政訴訟以後 那就是要繳那個先繳裁判會 那當然我了解你們是為了要減少那個送言 就是說怕人家哎呀動不動就去申訴 動不動就去那個 那所以你要先讓他繳裁判會 那以避免送言 那當然你說什麼國外有沒有那個都是 都是講好聽的 就是說你們不需要說動不動就來申訴 其實這個我贊成 就是說假如民眾 那亂申訴亂提起訴言的話 那他本來就要講裁判會 可是 萬一那種 那種說是開錯單了 因為我們烏龍罰款很多啊 烏龍開單啊 那民眾你看他為了這種烏龍罰單 有些要請假請假去申訴 像我們曾經就有個案例 比如說金門有一個有一個女士 他買了一部一部那個機車 他八年來從來沒有離開過金門 可是他收到說一個高雄的華單 那他為了要去申訴這個華單 他請假請了兩天 損失他的工資一千六百塊去申訴 那你剛好那這種訴訟 那我們政府輸掉了 那部長剛剛講說那政府輸掉的話是 政府要護 我反對喔 為什麼 為什麼要爛毀我們公堂 那個 那是不是應該可以改成說 萬一敗訴的話 就有開單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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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來護呢 是不是應該有開單 那這樣他就不會亂開單啊 對不對 你害了人家 他上次是不是還在賠償他公司呢 賠償人家去去還要請假 這公司呢 你是不是贊成這樣子呢 因為這個太多了啦 太多了 這種案例也太多 你看看一年裡面 我們根據那個監察院的一個一個報告 2008年間監理單位受理的裡面 有就是那個人家來陳述的案件 28萬1463件 裁刑免划的有3萬3129件 這樣1.77%也不少啊 那你看看你們現在在2010年 警察划單你總共開出一千多件 平均一分鐘就開20件 那烏龍划單有兩萬多件 主要怎麼差的那個測速 那你想想看 老百姓受那個受委屈喔 還要請假期申訴 那萬一萬一敗訴 還是全民買單啊 還是還全民買單啊 那這樣是不合理 今天要改成說 應該要有公平對待嘛 對不對 我我我們很烏龍 自己自己那個那就馬上去 民眾去去去去申訴 那敗訴民眾負擔嘛 那假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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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 民眾勝訴 那是不是應該有開單的人來負擔 關於委員所提到的這些 測速器假設有問題的話 在道路交通事件 老百姓收到華單以後 他先道案陳述 他就可以表達意見 那麼在很多 他道案陳述 他要請假喔 他要請假去喔 像那個我講的那個金門那個啊 他還要請假兩天啊 他一天工資八百塊啊 還損失一千六百塊 還被扣錢耶 啊又折騰人 他可以呃也可以用書面的表達意見 那很多這種 不管是書面的 不管是書面的 他是不是很折騰人 對不對 不管你用書面是有你烏龍華單啊 好 那麼你那是不是應該應該 這個有一種二指作用嘛 他是不是應該相對的相對的相對的來 來來那個是不是應該有 齁那個 開單的那個人負擔 呃 委員提到的這個有關 呃 這個行政機關所做的行政處分 如果有問題的話 在呃 司法法治委員會3月16號有做了一個附帶決議 就是說呃 行政機關所謂的行政處分 依法提起行政救濟以後 受上級機關撤銷決定或撤銷判決者 原處分機關的承辦案件有關人員 應列入績效評比 哇 那個什麼績效評比 績效評比 那個那個都很難那個 齁 你就烏龍 其實以前就已經有人建議過了 就烏龍華單 你就應該用開單的那個鹽警來補腳 對 你就烏龍 就烏龍警員嘛 恐龍警員來補腳 這很公平嘛 這個是本來我們講求的一個公平正義 我們老百姓 我們 我們不對 齁 那我們胡亂去上訴 齁 去去去打訴願 去打行政救濟 那 假裁判會應該的 我贊成我支持 齁我支持 敗訴的 有民眾負擔 因為你 你不能 為了減少那個送員嘛 齁 那大家 我們用不用錢 就拼命的去 去打訴願 去打行政救濟 齁去打行政訴訟 那萬一 那個 萬一 那個輸掉 那個 那個 民眾勝訴 那是不是應該由 開華單的這個烏龍警員 或者是 那個單位 來 那個 怎麼樣來負擔 你是不是要朝這個方向去 去修呢 朝這個方向去走呢 這部分有關 公務員的這個表現的問題 是烤基法處理的部分 不是啊 烤基法不是啊 我們就這個來 這樣這樣會比較公平嘛 不是烤基 那你烤基法 好我請問你嘛 他烤基法 開烏龍華單 我們現在這兩萬 齁我們現在就是 根據 根據這個這個 不管是監察院 或者是一些一些 那個監力所統計出來的一些資料 好比如說好 你2010年 2010年 你總共 你開出來的烤龍華單 有兩萬七千件 那兩萬七千件 裡面當然有一些是什麼 測速照相感的一個 一個 一個失真 齁 那還有 你其他的 其他的這些 交通違規的 齁 你看2008年 那個監力所裡面 齁那個監察院提出來說 有三萬多件 是烤龍的 那你這個三萬多件 是有哪一些警員 哪些警局 開出來了 有多少 那怎麼處罰 委員剛剛所提到的 所謂的烏龍華單 對啊因為你們開單有獎金啊 那相對的 你開單 你開華單有獎金 那個那個開華單的人有獎金啊 那有些民眾想說怕麻煩 因為怎樣 你去申訴 你還請假 譬如說一張華單 華個五百塊 或華個九百塊 我還請假兩天去申訴 幾乎都認了 吞了啦 吞了裡面又 他又有獎金 又有那個 那幾乎會去申訴的 都是已經齁 狠狠的癢癢的 都是吞不下去的 才去申訴 其實 雖然烏龍華單是 連來有去申訴的是 有這麼多件 可是事實上是更多啦 這個烏龍華單 可能在法院以前就處理完畢了 這部分可不可以請警政署來說明一下 因為到法院的時候 不是啊 我現在是問你啦 就救華 我救華應該是不是要對等嘛 平等嘛 他們有獎金嘛 啊你是不是要懲罰 所以華裡面說 烏龍華單 這個行政訴訟會用 敗訴的 就是那個 假如是 那個 民眾勝訴 那這個訴訟會 就應該有 那個開單的那個警員負擔 我想我們招委也支持啦 對啊 因為這個部分 烏龍的案件 大概不會進到法院來啦 在訴訟以前 就處理完畢了 所以也沒有辦法在判決裡面 對這部分做處理 事實上不是啊 你在判決 你就像你講 要繳裁判會嘛 那判決就做裁判會的部分嘛 是不是我們今天今天修法 我們就朝這個方向來走齁 我這些這樣應該是蠻公平的 你有獎金 就為了獎金拼命開花 你看2010年啦 平靜這樣一年的話 開出來的罰單高達多少 一千多件 平靜一分鐘就20件 因為行政訴訟的當事人 受罰的老百姓是原告 被告就是那個裁決的機關 所以這個訴訟敗訴的話 是由裁決機關來負擔 因此如果裁決機關的 他的這個裁決有問題的話 他的機關要負擔訴訟費用 啊訴訟費用是全民買單啊 裁決機關的誰 齁裁決機關 是不是應該是我們來個 互貸結議 應該是在追究 應該是由他們來負擔才對啊 你裁決 你亂開 你開了獎金照拿 那開錯這些會用 由全民買單 納稅一無人負擔 那合不合理嘛 像你看看齁 我們不要就講 你說那個什麼桃園 我們這邊有桃園立委嘛齁 那個桃園那龜山鄉 他設置什麼龜山鄉的什麼長壽路跟光鋒路口 因為他畫設的標 那個標線不符合規定 那你看在2000年 2002年起8年間 總共開出了五萬九千多張烏龍華單 烏華的金額超過五千萬 那我們為了 要把這個退回去給人家 通知人家說有繳錢的人通知人家來領錢 來把錢退回去 那在通知人家說 你沒有繳的不用滑 單單這個郵字就花了多少 兩百萬 關於這個 兩百萬 這個是要不要受處分的問題 可能不是行政訴訟要處理的 處理行政訴訟只有對當事人 我們就行政訴訟 就是你今天你提到修這個法 那你要把那個裁判 要繳裁判會 那相對的就是說相對 那因為我剛剛提到你說 敗訴的話 就是當然人告 那個老百姓敗訴 那老百姓敗訴自己要交啊 那當然他不應該亂提告 可是萬一他勝訴呢 那當然裁判會應該叫原來開代的人來講啊 對不對 那個 你贊不贊成嗎 應該是訴訟當事人才要負責訴訟費用啦 那至於說他的這個下面的公務員 有怎麼樣的情況是要不要受處罰的問題 應該你是不是支持 不然我們今天講這個法要過的話 我贊成過啊 可是我們互帶個結議嘛 應該去 原來裁券的單位要去追繳 原來開單的人 那個這個不應該叫全民負擔 不應該叫全民買單 這相對對等的嘛 對等嘛 不然不痛不癢啊 那就民眾都倒霉啊 民眾倒霉還要請假 去打行政救濟 還要那個 那事實上烏龍滑蛋絕對是比 已經有統計出來還要多 因為有些人吞下去嘛 認了嘛 行政訴訟只能處理訴訟的事情 至於其他的部分 可能要請這個主辦的 主政的行政機關來 來回答 那那個公務總局呢 應該是公務局陳務局長 對 陳務局長 我們剛剛提到啊 那個烏龍滑蛋啊 萬一敗訴啊 萬一你們敗訴啊 那敗訴那裁判會 是不是應該由你們原來開單的承辦人來交 我想這樣跟委員報告 就是在行政訴訟答辯之前 原來的裁決機關他自己會有一個自我審查的一個程序 那目前就有這樣定 所以烏龍滑蛋的部分大部分都會被過濾掉 那在整個裁判費的部分 就是假如說是 目前在裁決機關這邊假如說我們敗訴的話 當然我們要去負擔這樣子一個裁判費 但是 負擔這樣的裁判費的話 那你們現在是單位負擔嗎 你是預算負擔是不是也是前面買單啊 公務員報告這還不是 還不一定是裁決機關負擔 這個後面可能要建立一套程序 但是不會是個人啊 不會是就是 那我們現在把它 我們現在要互代街把它弄成個人啊 再公平啊 那你你你 現在很多人怎麼申請國賠什麼賠 那賠誰賠啊 公務員報告就是 屬於公務員的這個部分 他有一套的行政規範 他他在執行上面有一些失誤的部分 也有行政的一些機制跟 懲處的一個方式啊 那整體的一個機制的部分 你這樣好了 我們拿出來看 你把最近那個人家所謂烏龍華單 開出這麼多 那你們怎麼懲處 你們把你們所有 你做個明細出來 看在哪一個哪一個 哪一個縣市的哪一個地方 他是烏龍華單最多的 那怎麼處罰 你們目前的規定是什麼處罰 我現在請問你啦 你們相對獎金嘛 你們現在開張罰單的話 你們獎金是什麼算的 跟委員報告好了 就是罰單的部分 其實是警政署他們在做取締的啦 我們公路的監理機關是沒有獎金 我們只是在處理它 我現在問你那好 那那個那個警政署 他們現在一張罰單多少 原來開立的警察 他可以拿到多少多少獎金 這個部分是不是 請政署 對多少獎金 我想我們不是以開一張多少錢來算 因為是我們是按照這個 罰款金額啊 你是罰款金額啊 他大概開 譬如說一個分局裡面 他開50張 50張裡面可能是有幾個人去開的 然後他是照比例 法多少比例嘛 你就講出來嘛 為什麼這樣遮遮隱隱隱隱隱隱隱的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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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告訴我們嘛 你們開罰單 你們目前 我們開罰單沒有為了錢 我也給委員報告 絕對不是為了錢去開罰單 你現在告訴我 從100年開始以後沒有編列啦 台南也沒有編啊 台南市也沒有給啊 你說地方政府編列 那現在還有幾個縣市編列 還有幾個縣市編列 現在是縣市議會同意後他可以去編列 有多少 你告訴我們哪幾個縣市有編列 現在是台南市 只有台南市沒給 只有台南市沒給 其他全部都有給 因為都是縣市長的權 縣市長認為說該給就給 對